香港已经正式取代新加坡 成为亚洲最大金融中心 网友感叹 新加坡彻底输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说起新加坡 朋友们可能会想起美丽的沙滩和豪华的酒店 那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国家 新加坡是亚洲的发达国家之一 曾经和韩国还有咱们的台湾和香港 秉承亚洲经济的四小龙 当然亚洲四小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提法了 新加坡这个曾经的亚洲最大金融中心 如今已经悄悄退场 被香港取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香港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它的发展势头一直都很猛 加上近几年国家对周边地区的建设 更是给它的发展出了不少力 而新加坡呢 经济发展状况是非常稳健的 它们以第三产业为主导 制造业的表现也非常强劲 尤其是半导体行业 而且新加坡还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人均DDP是非常高的 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都呈现出积极的态势 现在要是说香港已经超越了新加坡 成为亚洲最大金融中心 我想肯定会有朋友问 一句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 但是小编这么说 还真不是无凭无据 信口开河 而是有着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的 咱们用事实说话 看看到底谁能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拔得头筹 首先 咱们得有个评判标准 对吧 这部 英国智库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就连首发布了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从这个报告的名字来看 可以看出它并不简单 如果去了解了 我想大家一定会更认可它的权威性 因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是从业商环境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金融业发展水平 生育等多个方面 对全球共计58个主要金融中心进行的评价和排名 考虑的因素非常全面 是公认的权威报告 这部 最新的报告一出炉 有新的读者就会发现 中国的香港已经超过了新加坡 重新成为亚洲最大金融中心了 而且 这次香港的排位非常靠前 位列全球第三 仅次于纽约和伦敦 而新加坡位列第四 并且香港和新加坡的得分差距还扩大到了两分 朋友们可别小看这两分 因为香港的得分也就比排名第二的伦敦少了一分 这可是是打实的成绩 真是不服不行 对此网友也感叹 新加坡已经彻底输了 再看香港股市的表现 同样也是非常强劲 新股市场逐步回暖 这就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者 就拿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帝集团来说 它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后 筹集的资金超过了310亿港币 约和280多亿人民币 这些可都是真金白银 不仅如此 香港的金融科技领域也是大放一彩 可圈可点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支持金融科技的发展 向创新实验室 资金支持 简化监管流程这些 那可是应有尽有 所以呢 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评分 也是非常好看的 最终跻身于前十名之列 就从这些数据来看 香港超越新加坡 成为亚洲最大金融中心 那可是有理有据 实至名归的 既然能够超越新加坡 重回亚洲之巅 还有不小的分数优势 中国香港必定有着 自己非常强劲的优势 那么这些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香港之所以能够保持 强大的金融竞争力 离不开很多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政策稳定 这也是中国大陆 给香港提供的 最为坚实的后盾 政策稳定的背后 是国家的稳定 香港一直以来 都保持着政策的稳定 这也是它能够吸引 大量外资的重要因素 而中国大陆 给经济特区的政策 支持一直都是非常大的 加上特区政府 在金融业务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方向上 也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一加一大鱼二 说通俗点 就是母亲给力 自己也争气 在金融危机之后 香港的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但凭借着它强大的金融基础 和政府的积极应对 香港很快便恢复了元气 还慢慢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潜力 而在这背后 中国大陆的支持可是功不可没 这里讲到中国大陆的助力 那可真不是一句空话 首先 在政策层面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和交流 这就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合作机制 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比如最近几年非常火热的粤港澳大湾区 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大湾区的提出和建设 不仅加强了香港与内地城市的经济联系 还给香港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而在市场上 中国大陆的崛起更是为香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大陆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而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 自然成为了众多国际品牌和投资者的首选之地 这就给香港的零售业旅游业带来了不少的收益 还推动了香港金融物流的发展 当然香港之所以能够重回亚洲金融中心的宝座 它背后强大的金融实力也是不得不谈的 首先香港采取的是海洋法系 判立法让外国商人在这里打官司 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判决 这样一来 很多外国公司就很乐意把香港设为商务仲裁和总部所在地 那么大量的金融交易 像银行股票期货这些的都会选择在香港进行 不仅如此 香港除了被靠快速发展的祖国 还有附近的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这些地区的大量资金和资产都纷纷涌入香港市场 通过香港进行投资 可以说香港基本上是拿着亚洲一半的财富 在和全世界做生意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能够成为全球第三的金融中心 此外就是人才储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固 肯定是离不开丰富的人才储备的 随着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的提升 也就吸引了大陆乃至全球的多元人才来港发展 这些人才就是香港的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 而新加坡呢 可以说是金融界的小强 虽然这两年香港的发展是都强劲 但新加坡也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的政府管理 法律法规和金融科技等 有着不容小觑的优势 所以他们依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保持一定地位 不过新加坡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不然也不会被香港击败 比如说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浪潮下 新加坡还是需要不断地创新和改进金融服务和产品 才能保持其竞争力 同时新加坡还需要继续加强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中国香港的市场竞争力实在强劲 所以他们还是要加把劲的 总的来说香港的成功并非偶然 背靠强大的祖国 自身扎实的金融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都是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相比之下新加坡虽然过往辉煌 但确实是有着不少挑战 展望未来呢 香港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持续增长 合约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香港肯定能够继续享受到政策和市场的双重红利 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香港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改进其金融服务和产品 以保持其领先地位 所以香港要保持发展尽头 首先就必须要跟着祖国母亲走 保持和中国大陆的联系 毕竟就如博主在前面说过的 中国给香港的政策优惠和市场 那都是不可替代的 也是香港决胜金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而且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香港也需要警惕一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比如说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 抬头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 香港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所以呢 香港在保持和大陆的联系的同时 还要不断加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和合作 提高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正在重新焕发光彩 它不仅重返亚洲金融中心之首 更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然而在庆祝胜利的同时 香港也需要保持清醒 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只有这样 香港才能在全球金融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成为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 未来的道路或许充满挑战 但香港有理由相信 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和不懈的努力 它将在国际金融版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细节属于自己的金融传奇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